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大西尊者指的是摩赫巨师罗 这摩赫巨师罗为什么叫大西呢 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膝盖很大 那么这位摩赫巨师罗尊者 他是瑟利佛尊者的母舅 就是在当初瑟利佛尊者在母胎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瑟利佛尊者的母亲 有办法辩论于他的母舅的时候 他就是知道说他这个子子智慧相当的高 好像不得了 在这个母胎的时候 就可以使令他母亲智慧增长这么多 于是他就是想要未来 在他这个子子长大的时候 要跟他辩论 那么他就到南印度参学了16年 在这个南印度参学整个婆罗门教的 四肺陀都把他给通大 那么由于他没有时间剪这个指甲 在参学的过程当中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 学习这个四肺陀 那么一般别人就称他叫做长爪患治 那么等到他参学16年之后 回去家里看 才知道他的这个子子已经出家了 他就跑到僧团来理论 说这个佛陀 你要把这个子子还给我 那么佛陀说 好 我把你的子子还给你可以 但是你今天要辩论赢我才可以 那么佛陀就叫这一个摩合居士 这是摄利佛他的舅舅 立一个宗旨 那么一般的辩论就是 一方先立一个宗旨 那么另外一方来破除他的宗旨 那么摄利佛的母舅就立了说 那么我立一个宗旨 我一切法不受 就是我这个宗旨就是一切法不受 那么这样子来破除我所立的宗旨 那么佛陀就很智慧擅长了 就直接问他 你说这个一切法不受 那你本身这个法受不受 就这样子来破除他的宗旨 你说你这个法 如果不受的话 你本身这个宗旨就没办法成立了 所以他的辩论输了 那么你如果说你这个法受 你说你立了一个宗旨 我一切法不受 那么你这个法如果受的话 那么又跟你所立的宗旨 那么就不相符合了 那么这个摄利佛尊者母舅的意思是希望 他以你今天来辩论你我 你用任何的法呢 那么你来辩论我呢 我倒不受 但是佛陀直接就是指到 这个法的一个核心问题 你本身所立的这个法 那么这个时候 摩托基斯罗尊者就开始 内心当中折服佛陀 那么就开始皈依佛陀 也开始变成在身团当中修行 那么这个就是大西尊者 那么由于他16年印度的参选 所以他对很多的道理都通道 那么他是答问第一 再看到心术尊者五岛乱第一 这个心术尊者啊 就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就是算命 那么在这个整个算命的一个 最高层次当中 他是以推算心术 那么这个是最高层次 那么在其次呢 才是去推算这个八字 其实在这个 这个整个八字当中呢 他有一些道理 那么其实啊 跟我们这个佛法 那么实际上 也有一种相通的理论 在这个八字所讲的就是 命运两个字 那么他从你的生成八字当中 来推算你的命运 那么这个命跟运呢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你的命 这个我们用这个八字 他首先呢 在推算就是你先天的命 那么你过去世的业力 所带过来的你的这个命 那么你这个人命好不好 那么从这个命 再来推算你的这个流年 那么就看到你这个运 但是在这个整个 世间法的这个算命啊 他是认为啊 命好运不好 那也是没什么用 就是说 你这个要运好 虽然你的先天的命很好 虽然你的先天的命很好 那么就讲到了这个佛法 所说的一个道理就是 我们过去世 所带来的善业力 虽然相当好 但是你今生 你的第六意识 你不去精进 你不去努力 你也是一个败家子 这个道理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世间法 他这个算命学 就强调你要有这个流年 你这个运要好 一个人啊 我们就说你这个 运势好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时候 做什么事情就会顺利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 他就是啊 去这样子的 用算命的方式 但是算命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要知道 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这个命 他不是被算死的 所以在这个了凡事讯就说 命有己做 服自己求 实际上整个生命的过程 他这个我们的生命 不是说啊 你过去这个命 算命是算出来 过去的命是怎样 那么你就固定啊 你就是被变成一种 因缘论 那么宿命论 就是说人家把你算死了 那么你就照着他 这样子去做 所以在整个佛法 所强调的就是 你要靠自己当中的内心 那么来创造你的一个生命 生命 它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佛法所说的一个空观 空 它指的不是一个空空荡荡的空 它指的是 一切法无有自信 那么一切法无有自信 就是在破除这一些 所谓的宿命论 说你今生就应该贫穷 那么你今生就是应该要有福报 不一定的 那么这个生命当中 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 就是生命当中 它是可以经由我们自己的努力 来开创出来 所以过去的业力不可否认 它对我们今生有影响 说你这个人 他你这个过去的业力 所以人家就是常常看不起你 那么就是你过去的业力所带来的 但是你不断地积功累得 你在这个不断地忏悔业障 那么你继续地念这一句 万德鸿鸣的这样子的功德加持之下 你就可以很快地转变你这个业力 那么这其中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实际上世间人 他这个命运被算死 那么的确就是被算死 因为这个世间人 他的这个命运 他没有我们这种三宝的加持力 就是摆明了你过去的业力是怎么样 你今生的因缘 大部分就是固定 他没有办法去扭转他生命当中的 这一些问题 那么他过去是修了不好的恶业 这个时候他今生就是悲贱 贫穷 他没有办法转变过的 但是你这个在生团当中 在三宝当中的修学 这个是很容易扭转今生的命运 所以这个生团的修学 那么跟你这个世间人 他在这个五欲红尘当中的修行 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比较 那么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今生的命运十之八九 那么就是固定 不要退转就最好了 不要说在真上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 心术尊者 他就是父亲向心术 那么祈求儿子 那么他父亲呢 就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儿子 内心当中就是闷闷不乐 长时间向心术祈求 所以叫做心术尊者 五倒乱低 这个心术尊者 他有一个特别的功德 他在整个修行当中 内心不散乱 不颠倒 不会这样子内心散散乱乱的 乃至于颠倒 他长时间就是安住在 正念正知 那么正知正念 他的这个念力 以及他的这个政见 相当的明确 相当的强 那么他是五倒乱低 相当的有这个 生团当中的这个特色 再来说到祭道尊者 因更顿仅持一记 便才无尽一尺低 这个祭道尊者 就是我们所常听说的 周历以盘陀且 那么这个周历盘陀且尊者 他就是过去世 他就是在这个无想天当中 这个无想天就是 这种外道的修行 他曾经有一种修行 就是他认为生命当中是痛苦 所以他死定内心当中 长时间无想 什么都不要想 好的也不要想 坏的也不要想 那么修行久了之后 他就是在这个禅定天当中 升到这种无想天 过去是在无想天太久了 第六一世暗顿 所以他对于什么事情 都没有记忆性 别人告诉他一件事情 你说这个是扫把 就两个字而已 那么他也记不起来 他还不知道这个是扫把 两个字他都记不起来 所以这样子叫做 根顿仅持一记 那么到后来 他哥哥也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这个弟弟实在是没上根 没有智慧 要他回去家里 干脆不要来身段修行 那么他内心当中相当的悲伤 这个时候遇到了佛陀 佛陀就给他开始说 你今天开始修行 你就记住两个字 就是扫把 那么他就天天扫地 一方面修福报 那么一方面他内心当中 相当的有这个忏悔心 他内心当中很惭愧 为什么我过去是 要照做什么恶业今生 没有办法修行 他很惭愧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一方面惭愧 一方面在扫地 为大众师福劳益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初学者刚开始 就是要为大众师福劳益 因为你今天为大众师福劳益 实际上我们知道 受益最大的是自己 不是别人 像我们一般生团的比丘 从之前在南普陀 一直到禁律室 一般的人都会有一个观念 你说这个撒咪 居士既能在工作 实际上我们比丘 也是很惭愧的 但是一般世间人的看法是 事情都有人做那最好 我就是轻松 整个享乐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是修福报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整个修行的一个资料 所以为大众师福劳益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他实际上 我们这个沙密根菌的 内心当中是非常高兴 有这个因缘 可以为大众师福劳益 那么这样子实际上 对于你这个整个修行的忏悔资料 那么消除你内心当中的罪障 那么最为快速 所以这个周立盘托切呢 他发心就是为大众师福劳益 就是为神团打扫 那么为神团服务 一些不叫别人没有做的工作 那么他就去做 那么这个时候慢慢地 他就是智慧就慢慢地开显出来了 他慢慢地 刚开始原本这个哨把 他想到了这个哨把的哨字 然后就忘记了下一个把字 那么就是慢慢地每天这样子 就把这个哨把记起来 那么记起来之后 他开始修行要回光返照 所以我们说 你这个修行的过程 你只有修福报 你没有做一个回光返照的功夫的话 我们说你这个修行相当可惜 因为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回光返照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功夫 所以为什么 在上礼拜境界法师 讲内言经当中说到 你今天修行 没有回光返照 你修了十年的福报 是把它加持到你的我执我见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他虽然是出家中 他修行到年纪大的时候 他就是那种执着 或者那种调柔心 内心当中的那种温和的调柔心 那么都没有 那么他整个修行当中 就是我执我见很重 他想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别人的劝谏 他也听不下去 那么就是刚开始 他修行自己摸索 那么他没有了解 刚开始修行修福报 是在消除我们的罪障 但来再来的功夫 要回光返照 什么叫回光返照呢 像这个周立盘托切 他把这个扫把这个祭送给背起来之后 他开始就是回光返照思维 我们今天这个扫把 就是在扫除外在的污垢 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污垢 怎么办 他就会去思维到内心的烦恼的问题 而不是说 你今天修福报 那么所看的都是外境 就是那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那么这个都是向外追求 已经失去了佛法的 他的一个根本的精神 佛法的根本精神 就是一种反省的态度 你做事情 整个修行 你是要增上自己的内心 跟外境都没有关系 那么外境好坏 实际上跟你修行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你重点就是 你要调伏你的内心 就算没有调伏 你也要死定你的内心当中柔软 那么死定内心当中柔软 最好的方法就是谦虚 我们做什么事情 那么就是听到别人的圈见 那么我们就是内心当中谦虚 使定内心当中不要那么刚强 那么硬 内心当中变得刚开始修行的 我们就使定养成谦虚的习惯 那么你就是内心当中会柔软 那么柔软之后你才是一个法器 那么在整个修行 佛法的受益上面 那么你就会真正地踏入 这个修行的路上 所以这个周立盘托戒尊者 他就是有做这个功夫 虽然他修了这个福报 但是再来他就是开始 进入了整个佛法修行的过程 最重要的就是开始 反省自行内心当中的这种罪业 那么他开始思维 我们要怎么样使命 自己内心当中增上 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真正体悟到 这个修行的一个道理 其实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把整个众生 我们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一个是上根气的人 一个是下根气的人 一个是中根气的人 那么我们到了整个末法 现在这个时代 大部分都是中根气的人 其实这个修行 你要能够成就 你要能够成功 大部分都是上根气跟下根气的人 为什么说上根气的人可以成就 我们比较好理解 像设立佛尊者 木剑连尊者 他们智慧相当的高深 那么下根气的人 为什么也比较容易修行成就 因为下根气的人比较老实 那么老实的结果 实力他做什么事情 他肯去下这个死功夫 所以这个修行 他不怕你笨 那你只要能够下这个死功夫 你要能够坚持 那么你要能够在整个僧团当中安住 那么这样子呢 不是说啊 这个修行啊 你就是智慧很高 实际上我们智慧并不高 跟设立佛尊者比起来 我们算是中根气 但是最麻烦的就是中根气的人 他今天你说他笨 他又不笨 那么你说他很聪明 他又是这样子上山乱乱 这样子大部分都是不会成就的 就是中根气的人 因为他不上不下 他也不老实 那么他真正的开始修行的时候 他的智慧又跟上根气的人不能比 所以啊 他就是 我们大部分众生不能够修行 要一辈子当中啊 要至少要有所成就的 那么就是要先从老实开始下手 所以古德呢 那么以及长老呢 他们都开始要老实修行 老实就是说啊 修行要下这个死功夫 今天我们在整个生团当中 这个之间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去做这个安住 因为啊 实际上啊 在这个整个世间法上面 从这个易经来讲 这个一动不如一进 实际上你对于现况不满意 那么你对于这个 譬如说你现在所安住的环境不满意 像我当初在这个南谷陀读书的时候 刚开始啊 去读的时候 居士的时候 我也是不满意 很多很多的也是看不习惯 但是你要想 你这里不满意 你能怎么样呢 就换一个生团 那么就变成到处跑 所以你就是要安住在当下 那么既然这个生团 他没有知见错误 他没有不正确 没有这种 一种邪见的出现 那么他又饮食 那么又没有缺乏 那么再来就是你的问题 那么刚好那时候运气好 我就想到这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想说再住下去 那么刚开始了一个月 读佛学院 因为刚刚完病 就是服服照照 但是想说再安住看看 那么结果住了半年 那么又住了 住到后来就住到毕业了 然后觉得慢慢的 其实他之前的这种不安住感 他都是一种妄想 难道你能够真正的 整个修行 你要能够熬过去 那么你再回头一看 你才知道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 妄想的作祟 所以你要先求安住 那么在这个安住的过程 就像是这个周历盘多切一样 这个修行 他就是怕说 你不下这个死功夫 所以在整个修行 我们千念万念 就是要临终那一念 那么临终那一念 就是等到你这个临命中的时候 你平时就养成一个习惯 做什么事情 不是遇到挫折 遇到一些人我是非 遇到一些风破 然后你就是先采取逃避 那么或者不是逃避 因为本来生团也是没什么问题 那你就是想说动一动 那么这样子 你就没有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 那么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你就是做什么事情 遇到问题 就是去安住 那么先不动 这样临命中的时候 你要比别人提起正念的机会 那就来得更大 所以这个周历盘多切尊者 就是修行 他就是下这个死光夫 那么后来成就之后 便才尽易死第一 那么再来说到这个喜尊者 喜尊者是难陀尊者 他的特色就是长相庄严 这个难陀尊者 他的出家人眼很特别 这个难陀尊者 他娶了当初四家族里面 最漂亮的一个女众 当做太太 那么当做太太之后 她就是天天在家里照顾她的太太 那么佛陀射受她 就是有一天佛陀到她家去托拨 那么等这个难陀尊者 把这个丰盛的饭菜拿出来的时候 佛陀开始往门口走 那么难陀尊者说 佛陀你不要走 就在后面追赶佛陀 那不管奇怪 当他这个跑得快的时候 佛陀的速度就很快 然后他开始想要放弃的时候 佛陀速度就变慢 就这样子 被佛陀带领到僧团里面去 然后莫名其妙 就是佛陀说 门关起来 那么就把他剃堵 所以他的出家的姻缘 相当的特殊 那么就是 佛陀就是这样子来度化 这个难陀尊者 他的姻缘 所以代表着 难陀尊者实际上 他的内心 妄想并没有断除 他在僧团里面 也没有机会回到家里 佛陀就把他看住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姻缘 他内心当中 虽然是身在僧团修行 内心还是妄想纷飞 不断地意念他过去的太太 那么整个修行 根本就是在 打妄想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姻缘 佛陀有一天的姻缘 就把他以神通力 带到了天上 这个天上 其中有一个地方 就是很多的天女 那么宫殿都没有人 就很多的天女 但是一般的天上的宫殿 都有这个主人 有一个男主人 那么有一些天女 但是这个宫殿没有人 佛陀说 你就请这个难陀尊者去问一下 这个宫殿是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人 他说因为人世间的这个难陀尊者 他修行的福报力 临终往生之后 要到我们这个天上 那么来享受这个福报 那么难陀尊者很高兴 他说 我就是 他说不行 因为你的这个人的果报题 还没有结束 你不能过在这个宫殿当中 所以难陀尊者回去之后 内心当中很高兴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佛陀问他一句话 佛陀说 这个难陀尊者 你看一看这些天女 跟你过去的太太 你觉得比起来 好惨 有没有很大的差异 他说有 他说如果说 我太太 那么跟一般的女众比起来的话 那她算是很优秀 但是我这个太太 跟这个天女一比起来 她就像是迷猴一样的丑 那么就这样子的讲 那么这个时候 佛陀 就是以这样子的善角方式来开导他 那么使定他 知道整个修行的一个功德之后 他知道 我未来要到这个天上来受了 就是精进的修行 那么佛陀再带这个难陀尊者 到这个地狱的果报去看 这个地狱的果报 也同样很多的油锅里面 那么都有这个罪的 其中一个油锅 是火刚在烧 那么也叫这个难陀尊者去问 那么这个狱主就告诉他 人世间有一个难陀尊者 他在死后生到天上去 但是由于他平时修行的时候 打妄想 那么他这个要受到这个 未来的天界果报结束 直接掉到地狱去 那么他就到时候会来 我们这个油锅报到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难陀尊者 他的一个选择 就是相当值得我们思维的 佛陀说 一个有智慧的人 在经典上面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房 一个在一个小木屋里面 有一个年轻人 那么有一天 来了一个相当庄严的女众 他说我叫做光明天 那么他看到这个光明天 他就很高兴地 把他接到家里面来住 但是没有多久 这个人世间的道理 光明跟这个黑暗 它是一定是同时存在 所以没有多久 一个黑暗天 就跑到门口来敲门 说我来找我姐姐 光明天 他说不行 你这个黑暗天 带来的是灾难 痛苦 以及生病 种种不好的 不幸 他说不行 你今天要接受这个光明天 你就一定要接受 我们两个人是不能够分开的 那么佛陀就是说 一个有智慧的人 这个时候他怎么办 他把两个人都请出去 那我光明天也不要 两个黑暗天 光明天都推到门口外面去 但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他就把他接进来 那么就是说明 今天难夺尊者 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明白了 虽然他可以享受到天界 这样的一个果报 但是他也必须要承受地狱的果报 所以为什么主持大德常说 我们娑婆世界就是这样 这个光明跟黑暗 它是同时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 难夺尊者他是有智慧的人 他两个都不要 他说我来生也不要到天界去 想到这个牛郭的痛苦 我宁可放弃天界这种享乐 因为天界享乐完 又要来这个地狱受苦的果报 他知道这样子实在是不划算 所以这个时候 难夺尊者 他就是佛的亲弟 一龙低 他就是在当初的时候 修行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 那么虽然说 他内心当中 还当然在这个五欲当中 但是他就是把他给割舍下去 所以这个佛法的修行 就是要有智慧 你要去抉择 这条生命是由你来创造 那么这条生命 它的一个过程 会引申未来的果报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创造 那么就是我们 内心当中的一个抉择 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 我们这样子听过了 佛法的道理 我们慢慢的 内心的抉择力 那么越来越正确 那么也就是 佛法对我们最为受益的一部分 就是栽培这个智慧 当我们有了福报 那么再来 一定要去加深 我们这个智慧的抉择 才不会像这个 难够尊者 那么虽然有这个 虽然有这个 跟佛陀一起的福报 那么他有了智慧的抉择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 趋下佛法的正道 再来说到的是 庆喜尊者 他是佛的堂弟 父为侍者 都很第一 这个庆喜尊者就是 我们的 现在常听闻的 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呢 他就是佛陀的堂弟 那么佛陀的爸爸呢 就是晋梵王 晋梵王 那么他有一个弟弟 叫做白犯王 白犯王的儿子 就是阿难尊者 那么阿难尊者 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多闻 就是过目不忘 在这个五百节级的时候 阿难尊者 他就是深作 来把佛陀所有的 一生的宣缩的法义 那么把他附送出来的时候 这些迦瑟尊者 以及诸大阿罗汉 赞叹阿难尊者 面如尽满月 眼如青莲花 佛法 大海水流入阿难信 那么就是赞叹 阿难尊者 他多闻弟 那么引擎 他的遗隆 也是相当的庄严 再说到 父藏尊者 佛之太子 密恨第一 这个父藏尊者 是罗侯罗尊者 也就是佛陀的儿子 那么为什么叫做父藏呢 这当中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他丈夫自己 第二个是丈夫母亲 丈夫自己就是 这个罗侯罗尊者 他过去以称恨心 那么把这个老鼠洞塞起来 六天 那么死定里面 老鼠死了很多的众生 所以他在母胎当中 也就是在他母亲 耶稣陀罗的母胎当中 待了六年 但是在当初的一个情况就是 一个身为一个母亲 居然怀孕六年 那么才生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怀疑了 这个是不是 耶稣陀罗 后来背着佛陀 外面有了外孕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指的是丈夫他母亲 那么丈夫他母亲 他母亲呢 他在内心当中 就是相当的悲伤 他为这个整个佛陀 乃至于释迦族的一个身为 一个相当尊贵的一个公主 他就是希望大王 为他做一个证明 他把它挖一个火坑 他就说 大王如果今天我是清白的话 那么我跳下这个火坑 那么我就没事 那如果说今天我是不清白的话 那我就跳下这个火坑 被火烧死 那么在这个耶稣陀罗 要跳下去的时候 他内心当中讲了一句话 若我清白天将为正 他就这样跳下去 那么天人受到他的感动之后 这个火焰化红颜 就是跳下去之后 火磕那 那么就化为红颜 就没有事情 那么就证明了他的清白 我们现在常常 这个戒定真相里面 后面有一段叫做火焰化红颜 那么就是在讲 这个耶稣陀罗的例子 为什么这个火焰化红颜 要在戒定真相里面 也就是说明了 我们今天本身 内心当中的 实际 清净的话 实际上就是火焰化红颜 我们本身内心当中是清白 我们实际也是清净 那么这样子 可以转变你外在的一个环境 乃至于这个火坑当中的火焰 都可以化为红颜 那么就是戒定真相 在告诉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戒法 要坚信不已 那么这样子呢 即使我们内心当中 有清净的这个戒法存在 也可以使定我们 外在的这样子的火焰 那么把它化成红颜 是在赞叹 戒定真相的一个功德 那么它是密恨第一 连词大师的书抄里面说过 因得而人不知 也就是佛法的道理 就是希望我们 对于这个罪业 要做这个发入 那么我们 对于我们所修行的功德 就是不要到处去宣说 说我今天做的难一些难一些 那么这个佛法的道理 就是希望我们 把罪业给发入出来 那么使定我们的功德 要复长出来 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像我们本身在打坐的时候 有的人 他会有一些感应 那么他不知道 这种感应是好是坏 他可以去问善知识 就是说 譬如我们今天佛法 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你本身透过了 我们佛这个打坐的学习 那么你调生调习 那么调醒 使定你打坐的过程当中 最主要会出现的就是 清安 就是你发现 在打坐的过程当中 你内心世界越来越清安了 昏尘调取越来越少 那这种情况呢 你这个过程当中 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你这当中 这一支箱做得不错 不要去跟你这个 同辈的同参道有讲 因为你这个讲过之后 可能下一支箱 这个功德就不见 但是你如果有疑惑 你可以问师长 或者是善知识 或者是和尚宁 那么这样子 请问我这个过程当中 这样子是好是坏 但是不管怎么样 打坐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些小功德出现 不要执着 因为你这个执着 就违背了你今天 打坐的一个用意 你要知道 打坐的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使令你这个佛号 能够一行不乱 而你这是变成 追求打坐的那种安乐的时候 你这个整个修行就偏了 为什么很多人 这个打坐会着磨 就是有的这个在家居士 我们在俊历寺的时候 有听说一个居士 他就是打坐 那么有一次打坐 坐到整个晚上没有睡 隔天早上起来 他的一个孙女 看他的时候 早饭已经死掉了 而且这个死亡的象征 不好看 说当初死掉的时候 是七孔流血 那么就是打坐的时候 他今天可能就是 内心当中没有这个佛法 知道说他就是向外追求 你今天打坐的目的 就是要安住在你这个佛号 使令你的佛号 跟佛陀感应到交 结果他变成是追求 打坐的时候 感觉到那种境界很舒服 那么就是容易捉摸 那么这样子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 罗吼罗尊者是密恨第一 再来是牛氏尊者 牛氏尊者呢 素氏恶口 感死于报 受天公有地 牛氏尊者是 乔凡婆体 乔凡婆体尊者 那么就是因为 他过去是有这个恶口 他过去是在沙咪的时候 那么嘲笑一个老比丘 说你这个诵经的时候 我看你就像是牛在吃草一样 那么嘲笑这个老比丘诵经 结果这个老比丘 告诉他 你这样子造了这种恶口 未来会有不好的果报 这个时候沙咪很有善根 马上跟这个老比丘忏悔 但是这个忏悔之后 如果说他今天没有忏悔的话 照理说他是要堕落到 这个地狱里面去 但是因为他今天有忏悔 结果就是把这个 重报轻受变成渔报 但是这个渔报也不好受 就是五百四做牛 五百四当中都是 在牛的果报体度过 所以他今生 他这个吃饭的时候 他这个就像牛一样 他在嚼东西的时候 就像牛在嚼东西一样 他刚做完五百四的牛过来 他这个习气寒症 所以这个时候 佛陀说你这样子身为一个阿罗汉 那么这样子 被世间人容易造口业 所以他就是被佛陀 开示到这个天上 受天人供养 因为这个天人有这个神通 他知道这个阿罗汉过去 是他的一个功德 所以不会毁谤他 那么他就是属于受天供养地 那么乔凡佛提尊者 他也在佛陀灵命中的时候 他也说了一个祭奏 他说乔凡佛提其手里 妙众第一大得圣 魂佛灭度我谁去 如大象去向着谁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阿罗汉的心情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想要来助持正法 他今天是说 今天我乔凡佛提 看到佛陀灭度之后 我就像是大象一样 大象走到哪里 后面小象就跟到哪里 今天佛陀灭度之后 我不想 内心当中极度的悲伤 不想要在这人世间 那么妙众第一大得圣 就是说 加设尊者虽然请 这个阿罗汉到天上去请他 但是他的心情已经不想 继续地在这人世间 想要灭度去了 所以说 如大象去向着谁 那么今天佛陀灭度了 他也要灭度了 再说到不动尊者 久住世间 一末是共 福田地 这个不动尊者 就是我们一般常听说的 这个长眉尊者 也就是 冰头颅 佛罗豆 一般我们生团 就会有供养 一个圣身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告诉这个 冰头颅 佛罗豆尊者 要久住世间 说你跟末世众生很有缘 那么不要灭度 那么他就听佛陀的指示 没有灭度 一直在我们人世间 要等到未来 弥勒佛出世 那么当作我们人世间的福田 作为众生的福田 那么应末世共 那么就是我们一般生团所供养的 像在家居士会供养圣身 或者是饮食的时候 我们也会放个圣身的位置 再来说到黑光尊者 为佛使者教化第一 黑光尊者就是加留陀仪 加留陀仪尊者 他是佛陀使者 到处为佛陀 四处去教化众生 他就是很能够善巧的 那么开眼佛法的道理 都到一些佛法不教 没有流传的地方 那么使令众生 种这个福田 种这个善根 防树尊者知心树低 这个防树尊者 同样也是他的父母亲 向心树所求来的儿子 向心树祈求 能够生一个儿子 那么他本身是知心树低 他是等于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天文学家 他是对心树通达 也就是摩赫尔杰宾 善荣尊者受命低 善荣尊者就是伯居罗 他的阴地的一个特色就是 持不杀身境 他生生世世对于这个不杀身境 持守的相当的严谨 于是他今生的果报 一生当中没有病痛 那么一生当中没有病痛 就是他持过去世的不杀身界 乃至于他是寿命 相当的长 活到一百六十岁 那么就是他过去世 长时间的持守不杀身界的一个果报 再来是无凭尊者 亦佛堂地天眼地 这个无凭尊者就是阿纳律尊者 也就是阿尿罗陀 阿纳律尊者呢 他过去是因地常行不失 于是他今生遭感不贫穷 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小的时候 那么跟小孩子 他们附近四种族的人 小孩子互相会出去玩 那么只要是饼干吃完了 他回家再跟他母亲要 母亲会给他 但是其中有一次 他母亲没有准备饼干 那么阿纳律尊者说 这个母亲说 已经没有饼干了 那么阿纳律尊者说 怎么可能没有饼干 他这个把饼干盒一打开 结果又是饼干 饼干满满地又出来 乃至于他未来当比丘 出去托波的时候 他里面波中的饮食 不管是别人供养什么饮食 那么在他的波中 都变成美味的饮食 但是等到他吃不完 倒到其他比丘的波中 然后又变成一般的饮食 所以说这个无凭尊者 是这样来的 天眼低 指的是无凭尊者 有个特色 我们都知道 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富贵求道难 那么富贵的子弟呢 他容易担然着了一种 就是比较容易奢侈 浮华的一种生活 那么这种奢侈浮华的生活 会使令我们一个人呢 他就是容易懒惰懈怠 那么比较不容易精进修行 所以这个阿纳律尊者 常常在佛陀讲经的时候 佛陀一讲经 他就是趴下去就睡着 那么佛陀经讲完 他就醒过来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富贵求道呢 修行会懈怠 但是佛陀后来 看他上根成熟 给他一个呵斥 他说阿纳律尊者 你每一次这样子讲经啊 那么在这种因缘底下 那么打瞌睡啊 你这个未来世 就是生到这种蛤蟆 生到这种蛤蜊 就是类似一种半壳类 那么这个半壳类就是啊 生生世世 不闻佛法 长久啊 居在没有光明 一种黑暗当中的 一种这种半壳类 那么一活就是几万人 那你未来生生世世 没有办法听闻佛法的名字 那么活在这个黑暗的一种空间当中 阿纳律尊者是有善根的 一听到佛陀呵斥 他马上就开始精进修行 那么修行过头了 七日七夜没有睡觉 结果导致于这个眼睛瞎掉 那么佛陀给他开示 要见照明 金刚三昧 要见照明 那么使令他修这个三昧 头顶开这个天眼 那么当然反射到我们现在的修行就是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果报体 那么跟过去是佛式的这一些比丘是不一样 佛式的比丘 他这个修行的时候 他有办法树下一宿 你看这个外面的环境这么潮湿 他可以在大树底下 因为这样子过一夜 然后没有身体 没有得到这个风湿 但是我们现在的末式的众生的果报体不行 所以我们修行要趋向于中道 那么就不能 就是太过于偏激 那么一般在这个修行刚开始 就是他冲过头的大部分的话 他这个身体一次弄坏的话 实际上很多就是到了年纪大 也是很多的病痛 所以这个修行也是要中道 好 那这一堂课到这里 向下文长 不再来回向